小灵玩具 好了好了 今天也忙死了忙死了 现代社会讨个生活可真不容易 客人你的头发也好了 哇我太满意了 谢谢你 在家也不要忘记做好头皮管理哦 拜拜 客人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今天也要加油 这里就是那个有名的剪刀手小灵的美发屋吗 我看着也不怎么样吗 那什么 今天你给我做一个造型 比这个公主还要美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喂您好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我马上出发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我忘记今天还要去出差 实在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这里是小灵的美发店吗 对对对快来快来 我今天要去参加海底世界的智慧 我想要一个就算在大海里被打湿了也不会乱的发型 拜托了 哦 是这样啊 你放心 没问题的 我一定能做到 怎么样啊 这到底是什么样啊 客人啊 我给你做的这个造型啊 在水里也绝对不会散开的 这样子根本去不了聚会了 这个怎么利不利好呢 挺好的嘛 你好 因为我的头发太长了 所以老实打结 可以帮我做一款非常柔顺的发型吗 真的很长啊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公主 知道朋克风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呀 我想要的是柔顺的发型 为什么做成爆炸头了呀 哎呀客人 说什么爆炸头对发质不好的 这是偏见 知道吗 太过分了 客人 我是不是玩笑开得太大了 我其实很有实力的 把客人多多哭了 不行 我下次一定要好好表现 你好 小林美发师 我想换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发型 那就拜托你了 好吧 我知道了 我觉得非常满意呢 谢谢你了 小林 客人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小林 你这个魔女 既然趁着我不在的时候霸炸我的美发店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过 看在你热情对待客人又有职业精神的份上 我决定今天请把你称为学徒 学徒 不过 你如果真的愿意教我的话 我还是有学习的意愿的 那么学徒 当然要从打扫卫生开始了 好吧 知道了